这两天我看到很多人在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纪念三十年前的学生运动 其实回头来想一想三十年前的今天我在干什么呢 我在忙着打群架 刚开始是一些小恩小院 最后慢慢就结仇了 你打过来我打过去都是一群一群的 有一次我落单了在这个南大的游泳池 落单了 落单了以后 铁仓裤子赶紧跑 早也没洗游泳裤都没脱 穿上长裤吃个大脖 把衣服系在腰间 衬衫系在腰间 就往外跑 人家在后面追我 最后翻墙头没翻上去 游泳的时候太花力气了 脱力了 翻墙头没翻上去 被人抓着脚踝拽下来 平平平平平平打一顿 脸走得像猪头一样 还行 那个时候挺好玩 就是什么呢 人还有一点点道义吧 算是 你落单了嘛 一个人嘛 人家三四个人打你一个 胖揍一顿就算了 没把你肋骨踩断两开 就算对得起你了 是吧 打完了人家说两句狠话 是吧 到头就走了 我是一拳一拐地走回家 当天晚上 应该来说就缓过来了 这个人那个时候 脸挺好玩 第二天 第二天好像脸是肿的的 因为第一天挨打了 第二天这个肿的才会比 当时挨打的时候还要厉害 眼睛密沉一条缝 是吧 还不错 我家里 因为经常打架 家里有备用眼镜嘛 对吧 然后换了一副眼镜 骑着自行车又跑出去了 跑出去找同学玩啊 或者干什么 那个时候呢 我在二中嘛 二中参加这个自考嘛 考的这个 现代汉语 中共党史啊 这一类的 它自考 它是有学分的 是吧 你要有足够的学分 你才能拿到大专的这个 结业证书 然后你学分再高一点 可以拿到本科的啊 但是这个 另外一码事 那就是后话 先先忙大专 是吧 学的是中文嘛 就是在学校读书 都是都是很用心的 但是打群架 这是一个业余爱好 我是高二的时候 打群架被劝退了 学校劝我们 这个退学 我们当时弟兄八个 结拜弟兄八个 我是老五 挺好玩 那个时候 那么打着打着 群架 其实整个社会呢 都很浮躁 八九年的这个时候 我记得大家都在忙着做买卖 什么盘元啊 全国范围的 是吧 批发这个 这个 卖卖卖给别人 加个价卖给别人 完了以后呢 闲着没事 去捣咕捣咕 外淹 是吧 我那时候做买卖 挺好玩 很多人可能没有这个条件 对吧 我有同学嘛 那么换这个外汇兑换券 就外汇兑换人民币 然后拿到 拿到这个 社外的宾馆 他有这个烟酒柜台 就把它买成外沿 然后到 我们南京的这个南湖 南湖二号路 香烟批发的这种 急市场 去把这个香烟批掉 批给别人 加个价 批给别人 别人去卖 因为我在中间就转移到手 做一个批发的工作 完了 换回人民币来了以后 再去换 外汇兑换人民币 然后再去买香烟 其实就是周二复始 这种买卖 说到底一句话 震的这个价格差 非常轻松 但是你得有前提 是吧 你得 你得首先得换到 外汇兑换人民币 才能谈到其他 说到底一句话 做这些事都是足以有点关系 这不是老百姓能挣的钱 是吧 你没有过硬的关系 你根本就做不到这个事 那么时间过得很快 大家都很轻松 为什么叫很轻松呢 因为那个时候 无忧无虑 虽然同时在上的班 但是呢 没有什么压力 就觉得想上就上 不想上就算 动不动 搞个病假条 是吧 动不动就不上班了 所以每年的这个联总奖 我拿的都是最少的 最少的一次只拿到一半 普通人拿72 我拿36 是吧 89年的四月份 整个一个月 我印象都很深 因为参加过好几次 让我记忆犹新的这种 下官一次 下官一次 下官一次大概三百多人 三百多人打群架 那么 有一个是我一哥们喊来的 但是他跟我不认识 打乱了嘛 他对着我就捅了一刀 捅了一刀之后捅到屁股上 那个刀就钉在骨头上 应该来说那个时候小了 不怕疼 或者说当时没感觉到疼 把刀拔出来之后 我就在后面追他 追他 追他的过程中间呢 他有一辆自行车 估计没锁 直接推着 骑上就跑 完了我就追到大街上 追到大街上之后 看到一个骑自行车过来的 小伙还是中恋人都没分清 就是天黑嘛 晚上 一脚就把人家踹下来 踹下来之后 抢了自行车我就上去追 从下官一江门 一直追到鼓楼 追到鼓楼广场 才追上这个捅我的 这个小伙子 完了我拿自行车 撞他 双手拖把 我跳下来 自行车冲上去了 把他的自行车撞翻了 等他摔倒在地的时候 我抓着他捅过的这把刀 上去给他一刀 捅完之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跟我有多大丑啊 是不是 你看你捅到我屁股上 我拔了半天 我才拔下来 对不对 完了他 怎么说呢 也疼啊 对吧 捅了一刀也疼啊 疼了以后呢 一把鼻里一把眼泪的 他又不好意思哭出声 就跟我说了 我妈谁是谁喊来的 怎么样怎么样 他不说他行 你捅我一刀 我捅你一刀 解个气就了了 他一说 连我都流泪了 为什么 因为喊我的和喊他的 是一个人 就我们是被同一个人喊来 参加这次业余活动的 对吧 完了之后 我们俩之间互相伤害了 应该来说 我们站的那个位置吧 就是鼓楼广场 你鼓楼医院是最近的 所以我们俩就 算是互相参扶的 就到了鼓楼医院 到了鼓楼医院之后 去粉针嘛 对吧 打这个破窗风 然后粉针 医生问我们的时候 我们俩说的都是一样的 路上就商量好了 我们路过 路过人家打群架的现场 想劝人家 让人家别打架了 最后别人捅两刀 说他捅一刀 我捅一刀 但是当时的医生 跟现在不一样 当时的医院 他是有规定的 遇见刀伤枪伤 他是要报警的 就是他帮我们 焚针的时候 警察已经等到门口了 我们这边屁股上焚完针 他是大腿上给我捅了一刀 焚完针以后 我们俩就上了警车 去了这个鼓楼派出所 大方向派出所 还是哪儿的派出所 记不清了 去了派出所 做登记 还行 那时候还 还认点这个 情面 他抓我们了之后 到了派出所 我们就撂了 是吧 我是谁谁谁谁的孩子 他是谁谁谁的孩子 都把家长供出来了 人家打电话 核实一下 是吧 混得好了 家里有电话 核实一下 让家长来接我们 其实整个四月份 我基本上干的就这事 我印象最深的 是四月二十七号 就是四二六社论出来以后 四二六社论出来以后呢 当时南京的青年 看到这个社论 非常非常的 觉得不应该 那么大家眼中啊 就是中央出来坏人了 是吧 怎么能把学生 这个一腔热情 希望改革 希望这个 中国能够 更加大踏步的往前走的 这种愿望 定义成一个反党的行为呢 对不对 所以我有很多同学 非常不站在 我那时候很年轻 都有自己的沙龙 爱好文学的 爱好诗歌的 是吧 甚至还有 搞画画的 摄影的 书法的 都有 其实是掺杂在一起的 每周 每周都会有一两次 这种青年的聚会 有的时候还赶场 是吧 你譬如说礼拜六 有的时候可能一个 一个晚上 就是从下午到晚上 甚至到一夜里 它可能有好几个地方 有这些聚会 我们有的时候 可能在兰大门口 参加一个聚会 参加完了之后 又跑到供电局那儿 再去参加个聚会 因为它靠得很近 然后大家就觉得 四二六社论 它定性是不准确的 作为青年 是吧 作为 当时我是在读的学生 算是那种 参加自考的 还有一些是 这个电大的 我记得当时 我们去的 好像去北京的 这几个都不是正规大学的 正规的像我弟弟 他们那个 南京医科大学的 这帮人 包括南大的 我很多同学 他们都在鼓楼广场 参加了南京的游行示威 就学潮在每一个省会城市 其实都是算得上 有大帮人马参与的 不仅仅是北京 我当年还好 因为四月份 一直在打群架 完了屁股上有伤 是吧 就当旅行了 溜了一圈 所以我去的是北京 那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参与这么大的场面 到现在为止 我仍然怀念他 我觉得那是一个大时代 作为青年 我没有辜负这个时代 我参与了 我见证了 我知道 学潮是怎么开始的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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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